哈喽朋友大家好 我到克兰芝了 今天又来克兰芝 但是今天我不去双西湿地公园了 我要干嘛去看我背着这个 我要离开新加坡了 来新加坡六五多月了 今天我要走了 知道我要去哪了吧 马来西亚 这个从克兰芝地铁站出来以后 就坐这个170 我们就到关卡了 很开心哦 上了170了 一会咱就到布兰关卡了 大家可能不太明白 我去马来西亚为什么这么的激动 那么时间回退 今天我在牛车水 我来这里干什么呢 看我身后这个队啊 办理马来西亚签证啊 朋友们 很多新加坡的朋友都不知道 我们去哪都要签证 那么去马来西亚一年的签证 要多少钱呢 80新币啊 400多人民币啊 而且你看看还这么多人办 没办法给钱 走着 现在这个办理马签啊 都排大队 人特别多 而且他是10点到下午2点受礼 超过这个时间 人家还不受礼 所以我今天来的正好是中毒 大伙填个表呗 看看我们这个办理马来西亚签证排队排了多少人 我天哪 真的 咬了命 经过排队一个半小时 终于把去马来西亚签证需要的资料都递交好了 然后回家等了10个工作日之后 我才拿到了马来西亚的签证 朋友们是不是太不容易了 这回你们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兴奋了吧 哇 现在去马来西亚的人真多啊 这么多车都开始堵车了 因为我这次来马来西亚新山是周五的下午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 有很多车现在要去马来西亚 也就是新加坡的朋友 他们下班以后或者是可以早请一点假 就及早的出发去马来西亚新山了 都是去度假的哦 坐着大巴直接就到了新加坡的关口 下了公交车以后 大家跟着人流就一起去到了关口 办理出关手续 然后出了新加坡的关口之后 再次乘坐刚才的公交车 前往马来西亚的关口 也就要过这道桥 通过了新加坡的关卡 咱们现在进入马来西亚的关卡 哇 终于出了马来西亚的海关了 现在就到了新山了啊 朋友们 我们现在去商场 到Gb的Center咯 就是商场啊 我们现在去玩 到外面下起了飘泊大了一阵雨 哇塞 差点把那个桥给踢两半了啊 真的不夸张 你看那外面那个闪电太猛了 为大家拍一下 没想到到了马来西亚就是暴雨 还不错 反正在商场里也无所谓 看那个雨啊 哇 哇 真的很大嘞 从马来西亚关口出来之后呢 很方便的通过这条天桥 就到达了City Square Mall 可以说这个关口跟这个商场是无缝连接呀 哇 这个City Square很大嘞 很多家店哦 最楼上那个是电影院 刚散场啊 朋友们看 有多少人出来 他们这边电影票便宜 一会我们去看看电影多少钱一张票 这个顶楼有一家中餐啊 叫合成记 咱们去看一看啊 朋友们来马来西亚看电影 太便宜了 这边看电影一场才需要6块钱 新币哦 而且有的场次连6块钱都不需要 可能只需要4新币 哇 真的是天堂啊 在中国看电影也要10新币一场 来这边看电影 太便宜了 所以我今天选定了一场电影 看看我看什么今天晚上 由于这个Top Gun呢 是晚上9点长 看完就要11点多 太晚了啊 所以我选择了侏罗纪公园 这个是19码币一张票 也是很便宜的 一会儿去看电影咯 友情提示 朋友们 在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的电影院 看电影 一定要戴一件外套 因为实在是太冷了 好了朋友们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明天的视频将有马来西亚的美食推荐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